根據機管局的調查結果 我們預計明年年底 航空業的人手需求 由現在的53,000人 會升到69,000人 換句話說 到時人手的缺口將會達到16,000人 其中大約是七成半左右 即是12,000的前線機場的職位 是在空缺中的 由於本地招聘困難 我們建議針對10個人手短缺的情況特別嚴峻 本地招聘也有困難的前線工種 推出航空業輸入勞工計劃 配額上限為6,300個 大約是前線職位出缺的總數的一半 其餘的職位空缺 將會繼續由本地勞工來填補 要透過航空業輸入勞工計劃 必須與機管局有直接合約關係的 航空業的相關公司 配額分配方面 我們主要考慮有幾個因素 例如市場份額和員工總數 如果申請人提交的資料齊備 我們預計由收到申請起一個月內 就可以完成審批 住宿方面 由於機場臨近港珠澳大橋 我們估計絕大部分輸入勞工會住在內地 機管局將會統籌跨境的交通 等輸入勞工可以即日來回機場工作 跟本地人往返機場上班一樣 輸入勞工也需要自行承擔交通費用 我想強調推出計劃的大前提 是優先保障本地勞工 敢於本地勞工不願意去機場上班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交通時間比較長 車費也比較貴 因此我們會要求參與 輸入勞工計劃的僱主 必須就每名的輸入勞工 向機管局每月繳交400元 機管局每年也會撥出 同僱主繳交總額相約的款項 機管局會運用由僱主繳交的款項 和機管局自己主動投放的撥款 全數用來支助負責機場營運的 本地前線員工的交通費 根據政府進行的公共交通人力資源研究的初步結果 公共小巴和客車司機分別短缺接近2000 和大約1600人 佔這些類別的司機大約是兩成的人手 雖然政府一直致力協助業界招聘人手 但是司機短缺的情況依然嚴峻 在運輸業這個計劃之下 行走固定或者預先指定路線的公共小巴和客車營辦商 可以申請輸入司機上限1700個 公共小巴司機佔900個名額 而客車司機佔800個名額 分別大約是佔相關行業的一半空缺 如果申請人提交的資料齊備 我們預計由收到申請起一至兩個月內 就可以完全審批出來 住宿方面 我們估計大部分跨境直通巴士司機 會住在內地 至於住在香港的輸入司機 公共小巴、客車的營辦商 會根據司機服務的區域為他們安排住宿 輸入司機需要持有獲運輸處認可的 非本地小汽車駕駛執照一年或者以上 運輸處亦都會協助安排他們在香港 參加香港公共小巴或者巴士駕駛執照的考試 輸入司機必須完成職前的課程和實習的訓練 以熟悉香港的交通規則和駕駛路線才可以投入服務 通過這個官員 避免には全職有多検訓嗎? 看來有些使用宿不會完蛋